這個地方他就可以幫我們把這個範圍 比如這地方我給他一個是 這邊 他的範圍是A1 比如說到應該是到 到A 應該21吧 可以按確定 好那你可以發現 有沒有 找到了 應該是21吧 應該這個範圍 到21 那實際上還是可以 只是比較麻煩 要在前面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那個 這個資料驗證的一個 Shift 的名稱 工作表名稱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這個在2003 的版本裡面不行 可是在2007之後的版本才可以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試過是 這個2003是不行的 那同樣的方式的話 當然你也可以怎麼樣呢 把月份的部分呢現在是不見的 那你怎麼樣 可以直接 再做資料驗證的地方 然後這個資料驗證的部分 把這個範圍再給他 這個地方 比如說12 然後這個應該是到 從那個 B 應該是B1 到 B1到 B12 應該也不會 一定是只有12個月 12個月 但是這種方式來說 還是不是很理想 像是OK的 點下去 點下去12個月 還是可以的 這底下怎麼多出一些東西 這邊多了 應該是到12個月 OK 按確定 這個地方的話呢 他就12個月 可是這個方式 還是不是很理想 所以 我可以教各位 第三種方式 第三種方式的話呢 比如說月份這個就很 OK 因為我講過呢 因為12個月這種資料 一定怎麼樣呢 一定不可能更改的 如果一定不會更改的話 我教各位 你可以這樣 你看 就是 1 0.2 0.3 好了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固定的資料的話 請各位可以放一個方式 就是你直接怎樣 把它Key上去就好了嗎 Key上去之後的話 拿一個確定 那這個資料的話呢 就會固定在這裡了 不會改變 而且不會跟任何的 這個工作表 有任何的這個 比如說你擔心說被 被篡改的問題發生 那當然這個地方的話呢 也可以做了 資料驗證 一樣的方式 你如果說今天不希望是 一個固定來源 你可以 自己在設定 比如20 12 然後 逗點 2013 2014 我就大概做個起名 這樣OK 按確定 那你可以往下 下拉選單 這樣也是OK的 因為如果你資料 像年份的部分 應該也不會跟 跟動太大 你不然打到那個 20 2020 那這樣的下拉選單 我覺得會比較好一些些 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是資料驗證的部分 好吧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等一下 好嗎 好嗎